医院诞生了一个可爱的怪物 有着性感的鼻子和毛茸茸的顺风耳 这把医生吓坏了 我的天呀 原来不止一个 有的长着阴沟鼻和一双6.6厘米的鸡翅膀 有的像刺猬一样 背部长满了钢针 趴在床上睡得特别香 有的像小老头 刚出生就长出了胡须 而这所有诡异的现象都来自一种病毒 H5G9 我们的男主则是一个鹿宝宝 长着一对珍贵的鹿角 和一双可爱的鹿耳朵 为了躲避研究和捕杀 爸爸背着全部家当 带着大壮来到了山上生活 还用铁网把自己封锁了起来 晚上爸爸像爸爸一样 给孩子画着童话 这一声爸爸 瞬间让男人流下了眼泪 时间一转 大壮到了喜欢看电影的年龄 爸爸为他准备了蛋糕和一份礼物 大壮十分的开心 并给狗狗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二哈 一天 大壮正在看书时 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 他转头看去 是一头长颈鹿 大壮发现 自己和长颈鹿长得很像 于是错把小鹿当成了妈妈 随着脚印跟了过去 跟着跟着 大壮来到了护栏边 看着护栏破了一个大洞 大壮好奇心所知 忘了爸爸的叮嘱 鼓起勇气迈出了围栏 他发现 围栏外的世界十分的漂亮 这让大壮沉迷了起来 突然 一声野兽的咆哮传来 大壮转身准备逃跑 恰好撞到了爸爸身上 爸爸对大壮的做法十分的生气 这也是大壮第一次看到爸爸生气 没想两人刚刚回到家里 便听到了人类的呼喊 为了保护大壮 爸爸拿着扫把急忙赶了出去 假装猎枪赶走了入侵者 可爸爸发现 他们还是被坐上了标记 没多久 更多的人就会赶到这里 爸爸让他赶紧躲起来 然后自己拿着武器 出去和坏人们硬刚 时间过去了很久 爸爸终于匹配的赶了回来 大壮急忙的冲上去抱着爸爸 结果爸爸直接倒在了地上 爸爸的手指 以每秒一千下的速度 不停的抖动 年幼的大壮不知道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 爸爸也感染上了病毒 第二天 大壮看着瘫在地上的爸爸 心里五味杂粮 他不知道自己能为爸爸做点什么 只能像孩子一样 安静地坐在爸爸的身边 临走前 爸爸再次叮嘱大壮 这是爸爸每天都会重复的话 他让大壮向自己保证 绝对不再走出铁丝网一步 随后 他让大壮去做个早饭 大壮十分的听话 高兴地取回了鸡蛋 可进门后 他却发现 爸爸已经价格西去了 大壮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但是见爸爸不理自己 还是感到了一丝害怕 爸爸的离去 让年仅十岁的大壮 学会了坚强 白天 他会和雪人们玩耍 晚上 他会把稻草人装扮成爸爸 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但是毕竟大壮年龄小 破裂的水管 还是难住了他 有好多事情 他还是做不了 终于 大壮的小脾气还是爆发了 一把火点燃了杂草 可他不知道的是 大白天放火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偶然间 大壮看到了床板上的画 根据画上的提示 大壮来到了一棵大树前 拿着铲子挖了起来 在坑里 他找到了一个铁盒 大壮拿出钥匙 打开铁盒 里面有一堆money 和一张银行卡 他把这些没用的东西 全扔在了地上 只留下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大壮知道 这一定是自己的妈妈 看到照片下方的地址 大壮脑海蒙生了一种想法 他要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收拾好行李 装备上武器 推着心爱的小车就出发了 可刚走到围栏这里 大壮又闻到了香味 是地上的棒棒糖 可大壮准备弯腰去捡时 大壮刚准备去捡棒棒糖 一只穿云剑就剩过来 吓得大壮赶紧躲到一旁 居然是猎杀怪物的人类 就在大壮准备反击时 身旁出现了个吉利福 一把抓住了大壮 给他揪了出来 看着大壮头上的鹿角 可把猎人高兴坏了 终于能过个好云了 突然大壮说道 这让两个猎人十分的惊讶 因为半寿人都是不会说话的 就当猎人刚才消失 一声巨响 猎人咔嚓倒在地上 把弓箭也撞飞了出去 碰巧落在了另一个坏人的肩上 这时 大壮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黑影 他用膀胱慢慢的朝上看去 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人 坏人向他求饶 但男人还是冷漠的给枪上了好 这可把大壮吓坏了 一路200码的速度往家跑去 关上屋门 撒上玻璃球 打开蟹锦开关后 赶紧藏了起来 随后 熊大打开屋门 一眼就戳穿了大壮的把戏 原来 熊大也是个赏金猎人 他打开木板 把大壮已经下拽了出来 这让熊大大吃一惊 做了这么多年猎人 第一次见到会说话的半寿人 看着受过教育的大壮 心善的熊大 绝对放他一马 走前还盯住大壮 以后白天千万不要生活 用透明胶布帮大壮修好了水管后 背着枪离开了这里 熊大走后 孤独感瞬间来袭 他来到爸爸的房前 看着蔚蓝的天空 此时他觉得 这也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 于是拿着照片 急忙追了出去 毫不犹豫地跨过了蔚蓝 顺着脚印追了上去 在跑了几个小时后 他终于成功追上了熊大 这是美剧《鹿角男孩》里的第一季 如果你还是少年 或者还拥有个童心 那么这部美剧 一定是你不二的选择 奇迹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上